手足這個角色真是攬炒派的萬能高藥 能用則用,用到多盡是多盡 事敢的,早前有12個港人想潛逃偷渡到台灣 誰知經過內地水域,被廣東海警一網承騰,壓返內地 他們當中有些人可能涉嫌違反國安法 部分人被香港政府通緝 有家屬就蒙面跑出來開記照,叫政府幫忙救人 聲稱提供協助的陶緊身,朱凱迪都有出席 Kamela不斷對著他們閃,成功搏眼球 更加詫異的是,不知道這單又和民主黨的黃碧雲有甚麼關係 他稍後在陶緊身的社交平台留言 說甚麼朱議員如果撤退,就不能再用議員身份幫手足家屬 民主派議員若果總辭,難道叫家屬去找保皇黨議員? 言下之意,即是名寸一直說要總辭的朱凱迪 還將攬炒派議員在立法會去留的問題 和這12個手足的偷套扯上關係 你這個時候還打算拿便宜? 這番言論即刻被攬炒派支持者鬧到飛起 黃之鋒還踩多兩腳 用蜘蛛合對白寸爆黃碧雲,不配做議員 居民民主黨內部群情激憤 更加因黃碧雲的失言行為 而緊急殺停關於留守議會的街站 擔心黃碧雲的言論會產生反效果 最後黃碧雲不單止自己認輸 要道歉兼收回言論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都要出來餵下 你不要亂說話 不過為何黃碧雲食商這麼難看 就是要將九吾大八的事和留任扯上關係? 說明都是為了錢 攬炒派初選的時候 黃碧雲因為人氣低迷 初選已經輸了 失去出選下一屆的機會 現在難得人大常委會開恩 令他有機會多留一年 分分鐘一連四百萬新樽入袋 當然不可以被總辭阻著財路 所以把握一切機會 拔適利用12位手足的處境抽水 而且擺明不妥叫他們總辭的一班激進本土派 亦都要表明他多想留任的決心 人不雲的天諸地面 是我一向以來做人的終止 今次攬炒派兩大政黨決定以民調方式決定去留 不過早前民調結果都傾向叫他們走人 可能黃碧雲擔心最後結果都是要總辭 所以出此下策 拿手足開刀 不過既然這麼想留 還必扮民主話聽民調 學一下鄭松泰 堂堂正正說聲 我留下就行了 夠絕對 講述 本兵